你的情人是什麼樣子的這個 心象他會喜歡什麼樣子的禮物 來 火象 送火象的情人該怎麼辦 好 我們看 吃喝玩樂用品可能你會覺得 這麼簡單 就拿去一頓吃喝就可以搞定它 那其實火象星座很喜歡食具類的東西 吃喝玩樂所用的杯子 叉子 盤子 各種物件是他可以在餐桌上看得到的 看了心情就好 是嗎 你們 火象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呢 這些事情也是他家具的裝飾之一 比如說一個大大的餐桌上 放了很多整齊很可愛漂亮的盤子 那它是有質感的 那對火象來說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看土象星座 如果送土象的情人居家食用的精品 那其實對土象來說 整個家裡它都是隨時會待的 每個地方都會待 但重點是我要隨手會用到它 假如你只是放一個觀看用或什麼 我不是不喜歡 但是對我來講沒有用 對 漸漸就會被我遺忘 對 所以土象就抓準一個原則是 會 它會用的 那你觀察另一半 你如果不知道它平常喜歡隨手拿些什麼 那就糟糕了 所以好好觀察土象的另一半 然後送它真正有用的東西 有用的 對 那我們再看風象 該怎麼送風象呢 這一組自己本身就很聰明的變化萬千大 風象不需要有用 看的 所以對它來講 各種這個比較特殊的事物出現的時候 會引起風象的興趣 風象每看它一次就覺得好滿意喔 我舉個例子 假如風象的人 在我們桌上他會最喜歡的是什麼 絕對是那個大象小象 鋪滿 這是鋪滿嗎 是嗎 對它來講不一定需要有任何的用處所在 然後對它來說不重要 但是它特殊 好 那我們來看水象呢 水象怎麼送 浪漫 象徵的配件 那要讓它感覺到那個氣氛所在 舉個例子 點香氛的竹台 它就非常適合送給水象 我懂 就是像這樣子 製造氣氛的 這種 這個叫什麼 那個杯墊 你看這個杯墊 它就是很精緻 然後呢 它也有浪漫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 我覺得女生看到這種漂亮的東西 就覺得好像 喔 好高雅 然後好 好優雅這樣子 記得要下載全新Yahoo奇摩APP 分享Melody風時尚 直播影片就可以累積奇摩值免費換好康 Yahoo 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收看新影片 點擊右方影片欄還可以觀看更多喔 Yahoo 我可以了 有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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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